俗话说啊 新手看价老手看量 而OPV呢 就是成交量的高级用法 不仅仅可以看出啊 主力是在踢除拉升 还是在出货 还可以找到一个票的最价突破点 那什么是OPV呢 来看啊 这条白线代表量能 黄线呢代表三十天线 如果说白线在黄线上方 那就说你量能活跃 如果在黄线下方 那就是量能不足 只要你学会这六句口诀 就可以跟着主力去吃肉 第一 股价上涨 OPV线下降 那就说明呢 买盘动力不足 随时可能会跌 你呀 可以卖出 第二 股价上升 OPV也不断的创新高 那就表示资金自在 持续的去进场的 后市呢 看涨 可以买 第三 OPV横向走平 超过三个月 那就说明主力呢 资金啊 在悄悄的西藏 随时可能会有大盒子出现 第四 股价下跌 OPV不下跌 但是既然是横向移动 说明呢 资金是在 逢不去吸筹的 第五 股价下跌 OPV也是慢慢下降 表示行中 无望 建议呀 不要参与 第六 股价胜涨 那一旦量能线回踩到了30天线上 但是不破黄线就是很好的加算位置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